華哥, 今天你哥哥來探望你 是呀, 他從澳門過來 你好像幾年沒見過他 超過三年 他家人 都很慘 因為他要在澳門找食 家人在香港 真的幾年沒見過 連家人都幾年沒見過 沒辦法, 你要隔離 找食就沒辦法 其實這些只是冰山一角 其實有很多家庭、朋友、親戚 都因為這個疫情 也都很久沒見了 確實 因為都不可以很自由 好像以前很自由地來回 所以又要隔離 其實都很可憐 確實 現在見到可能 其實你看不到的 可能 分開了又不定 你現在見到 都是好的一面 是啊, 其實都是希望這個疫情 真的會快點過去 因為已經搞了幾年 其實都影響了很多 很多人啊 國家啊 經濟啊 不要說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啊 家人啊 朋友啊 很多都 就是少見了 或者是沒有見 確實 最慘就是 父母分開 小孩呢 可能幾年見不到 那個爸爸 是啊 為了賺錢 確實 真的很慘 其實這個疫情都令到很多 很多人啊 如果你一說 小孩的成長 那個過程 其實跟 如果沒有疫情來相比 其實都很大的分別啊 很多活動啊 各樣東西都 沒有 沒有得做 或者是沒有得參與 可能你們 沒經歷過 嗯 我們小時候 我爸爸是行選的 嗯 一年才見一次 嗯 那種感覺 真的 跟你天天見到 爸爸 是有點隔膜的 到你見到他 是 就是 不會好像 跟媽媽的感覺 那麼親切的 所以 其實呢 都是要珍惜 大家 目前 所擁有的東西 尤其是 家人 尤其是親情 是啊 當然 儘量 都 大家 有些什麼爭吊 都 是啊 算了 是啊 就是 一生人 家人 都是 最緊要了 都是 那一次 誰是你父母 你的兄弟姊妹 都是 應該多多珍惜 大家 那 講完故事 那 看回這隻 冰藍的 麵拉斯 七槍 每次回來都很快 就有 客賣了 那這次 也都是 再回了一隻 所以 在這裏 借著這隻 七槍 冰藍的七槍 跟大家講 剛才的 小小故事 關於這個疫情 都希望這個疫情真的會快些 遠離我們 令到大家都可以過回以前正常的生活 OK 拜拜